各位朋友,人民力量的節目又在星期五和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的節目有很多特色 今天請了三位青年的代表 他們是拒當扭勞運動的成員 在我右邊,我想大家熟悉了,黃永芝 然後那位是楊永仁 然後是陳俊基 三位青年朋友和我們講講 這個團體成立的目的 我想香港人過去幾十年就深受樓宇的價格的影響 我記得九七、九八年的時候 我帶領這個負資產運動的時候 好像國家老鼠一樣 傳媒一面倒的圍剿 說他們輸打贏要不尊重法律的精神 我當年仍然是民主黨的成員 我當時幫那些負資產是用個人身份幫的 竟然被民主黨中委會傳召上去 下令不可以用民主黨的名字幫那些負資產 當時我問張文剛 你有什麼理由要求我和指示我不可以用民主黨的名字 為什麼要解釋? 他說那些報紙說我們輸打贏要 我跟著問他你有沒有見過那幫人 他沒有見過 只是看報紙 這就顯示一些政黨對社會問題的看法 這個他當扭牢運動 就是一個名義上很有創意的特色 我想但是心裡你想想香港很多市民 對這個名稱其實是很認同的 我想很多人都覺得香港人一輩子 都好像幫地產商打工那樣的 好像是七八萬市民都是地產商的奴隸 沒有錢買樓的時候就要一輩子儲錢 買樓給首期 給完首期之後可能一工就二三十元限定 剛剛工掉了可能要維修保養那些管理費 還有最感受深的 你進去那個地產商住的那一層樓 那些物業管理也是一個地產商的 可以亦都被它為所欲為 很多時候真的比秘密警察還厲害 當你和地產商物業管理公司有些矛盾的時候 所面對的壓力真的好像面對曾偉雄的黑影 三位代表在這裡 年青人每個人都很想置業安家 為什麼你們要發起這個 拒當扭勞這個運動 或者你們背後的理念 是怎樣可以跟大家朋友解釋一下 或者稍微說一說 其實這個運動真的很新正 今年年中才開始有 但其實現象背後真的很多年了 你會見到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不要說自嚴 就算你要安居也好 樓你又買不起了 租你也租了 然後如果你要申請公屋 現在有個計分制在你頭頂 結果你現在早上三月的時候 報紙都買完了 三十歲以下你現在真的可以上樓的數目個案 計分制之後零 所以你會見到其實 結果一輩子 要不就拼命儲錢 希望儲得一個不知道什麼時候儲得的首期 再不是的時候 你就租樓 但租樓的時候 你不單是樓爐 你是樓爐的樓爐 你是給別人錢 然後去供樓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房屋這件事 都不要說什麼人有錢沒有錢 個個都要住的 有沒有辦法令到香港人 脫離這個樓爐的宿命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再想回 房屋究竟是否一定要這樣買賣法呢 香港人的想法 所謂傳統主流的想法 沒錢就大佬拼命賺錢 我家下做這個社會的低下階層 香港人就說 爸爸媽媽教育 兒子兒子勤力讀書 要向上爬 沒錢就要專心賺錢 那為什麼 你們不是用這個傳統 香港所謂的主流 上一代很推崇的態度 而是從一個我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的態度呢 讓我講一下 我猜譬如說 努不努力賺錢 這個再複雜一點 究竟一個人的生活 應該怎樣過這個 有待斟酌 但是我們回到房屋的問題 就當我說 for the sake of argument 好了應該努力賺錢 問題是 我們 那個問題是 我們是不是要花這麼多的錢 其實很恐怖 其實真的是一輩子 我猜現在 譬如說 大舉說二、三十年 其實現在可能都不止 不止 四、五十年 大哥 我們的年代 是二、三十年 你們的年代可能 四、五十年都不掉 首先 尤其是 幾個方面 第一 我們主要的集中點 可能是青年那裡 當然不是 但是青年的問題 某個意義是最嚴重的 第一就是 就當你最好的青年 某些大學生畢業生 就算是最好的 大家都知道 畢業生畢 賣人蚊最多賺 哇 你想想 儲首期要儲多久 那是一個很誇張的時間 而且 要花你大部分的錢 折衣熟食才能儲多一塊錢 之後就開始漫長的公樓 正如你所說 問題就是 好吧 我願努力賺錢 是不是代表房屋 這些最基本的需要 即是 即是 吃之後就住 都不是說什麼去旅行 最基本 有角鬥有瓦遮頭 是要花我一輩子人打工 賺的大部分的錢 都放在那裡 才可以解決到 我們一些最基本的需要 即是 即是我的說法 不要算其他 遊戲沒有理由這樣玩 整個政府 整個社會制度 沒有理由是這樣 而且我們看清楚 這些不是一些自然發生的現象 你看全世界其他國家 有哪個地方 要為了 只是有瓦遮頭 要去到 拼命 把大部分的錢 扔進去那裡 沒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覺得 這個是 當然如果再引申 講回整個香港 就是所謂現在 勞動果實 然後就給它們 就是為了解決 剛才你說到勞動果實 這個概念 但是香港人很奇怪的 香港人看樓 不是單單 只是一個基本需要的 有瓦遮頭 他們看樓 可能是當是 譬如你說勞動果實 他們是當勞動果實的 就是累積的資產 真的他們覺得 咦 我有層樓 我那個的資產 就會不斷增值 除了那個樓價的上升 那他們就覺得很開心 和覺得很滿足的 那層樓他才能住 都不是用來買賣 那層樓跌呢 他就覺得 政府沒理由 打擊這個樓價 那層樓升 雖然他不會買賣 他會很滿足的 香港人 很滿足的 你怎麼看這個心態呢 其實很多東西 不應該黏在一起的 被人黏在一起了 那第一 你以前說幫那些負資產的業主 你會看到樓價不一定會升 經濟危機一來 倒了怎麼辦 其實很徬徨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你要拿來累積資產 是不是一定要用樓呢 其實樓這些必需品 每個人都要住 但是不是每個人買得起 你拿來累積資產炒高的時候 其他人怎麼辦呢 老實說 現在大陸茅台都可以拿來炒 是啊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炒到樓 查業都可以炒 所以其實炒和住 兩樣東西 不一定要把它拍在一起來講 是 是 那你們 拒當樓爐的運動 剛才你提到 這個地產霸權 這個問題 其實地產霸權在香港過去二十幾年 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 是吧 那些香港市民對那些大地產商人 不是很抗拒的 每個人都想自己的兒子 就是做到李嘉誠 或者李嘉誠的兒子 這些女兒就希望是嫁到 又是姓李的人 都是希望黏住地產霸權 可以自己的身家 和自己的身份提升 香港似乎 就是 取向這方面 多些的 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和怎樣令到香港人的思想可以改變呢 我猜是這樣的 應該是說 那個 希望 應該是說那些努力向上 那些所謂典型的社會流動的說法 在香港是很盛行 這個是是的 但是 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的判斷 近年是 沒有那麼相似的 就是相對於 例如七八十年代 就是 整個經濟起飛 那些這樣的時間 就是大家看到 其實就是 就是 用我自己的說法 就是 在資本主義向上的年代 大家都容易被 那些這樣的謊話 騙到 但是 比如去到近年 我們經歷過很多 其實由九七之後 就是 有這個 就是 亞洲金融風暴 接著去到近年 08年 又有 就是舉世的金融風暴 接著去到現在 其實都沒有解決 歐洲那邊都不行 就是大家看到 就是 原來不是真的 一直會發下去 經濟是可以會跌的 但是 然後 再拉回來香港說 就是大家看到 哇 大家開始感覺到 原來 他們對我們的欠壓 是去到這樣 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賺到多少錢的時候 好像不是很清楚 但是問題是 譬如 我都說了 就是問回一些 例如剛剛畢業的同學 好的就找到萬多元 不好的可能 八九千元 或者直接找不到工 哇 他們可能就是說 如果要出來租樓的時候 他們就知道 哇 原來這些東西可以貴到這樣 就是無端端 那麼辛苦 打一份工 一割人工 無端端就沒有了出去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地產霸權 這個字這麼盛行 就是 基本上地產商操控我們整個經濟 或者它 Dominate我們整個經濟 其實是很久的 但是地產霸權 是近年才興起的 這個字 問題就是 而且 地產霸權其實是 很複雜的東西 為什麼這個 這個字可以興起到 就是 挖多挖少 大家都開始感受到 原來他們對我們的欠壓 和操控 是去到一個很嚴重的地步 所以我覺得 就是 那些向上流動的思想 就是 總之努力 大家做李嘉誠 其實大家慢慢知道 哪有機會做到李嘉誠 李嘉誠 和鳥鳥鳥姐都做不到 是不是 他繼續吊吊吊 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看到整個制度 就是 有人在金字塔最上面 但是金字塔 怎麼可以在這裏 就是整班人 地底來被他們這樣踩著 才有機會 大家開始意識到 但是那個 經濟的體系 跟那個政治關係 就是互相掛勾 和這個串連 其實 現時已經形成了 是吧 就是你香港的財富 你這個長和系統 80年代初期 那時候的資產 是200多億 是吧 你發展到今天 就是差不多 就是20多年後的今天 那個資產已經上到 6千多億 就是 是30倍的 是吧 就是那個的上升 但是你香港市民那個財富 是萎縮的嘛 就是如果你說那個實際的增長 是萎縮的嘛 還有那個貧富懸殊 大家都看到了 是不斷加劇的 有錢那些 有錢窮那些 就是越窮 那個貧窮人口呢 社聯的數字都去到127萬 是吧 那個貧窮 所謂絕對貧窮的數字 是不斷膨脹的 那麼你的政治 小圈子選舉 那麼 就是差不多 就是那800人的 將來那1200人的 就是選委呢 基本上都是 跟那些大財團掛勾 或者那些大財團的 就是打手也好 那些大財團那些的富庸 或者大財團那些的 那些專業人士 都是靠那些大財團 就是支援 或者是聘用 就是你看到那個政治 跟經濟掛勾 你一班年輕人 怎樣去抗衡 怎樣去帶動 哇 就是現在這個已經勾結形成 和這個體系已經 就是根深體固 主流傳媒又被它操控了 你怎樣去帶動一個運動 可以令到香港市民 就是 對這個地產霸權有個認識 或者有個抗拒感 進而令到這個運動 有群眾的支持呢 我想這個都真是 個出路 固然是要講 但都真是後一步 最大的問題是 正如你所說 很多人未醒 未醒那位是怎樣 例如我們今年 大學營生 我們試過去做一些調查 然後就發覺 問那些同學生 你覺得你自己買不買得起樓 個個都以為自己買得起 他們不知道自己出來賺多少錢 也都不知道現在留大 很多靠爸爸媽媽給首期 以下才會再辣 你這樣就這樣 很多是 計算一條數目給他看 其實有數目給你看 就是去年 我們拿一些比較好 所謂賺錢的大學 中大 這樣才算 你出來工資中位的數 14,000 但是你看回 其實那些樓價 我都不跟你說什麼 二手樓 十幾二十年有零的 二百多萬樓不行 你其實這樣工下去的時候 我當你給首期 你儲它 我當你每個月五六千這樣儲 其實儲得很辛苦 你猜到那時候真的有工 你真的不會再用 但是他們向全景看好 我加下14,500 我覺得幾年我升兩級 整買給他看 我當你每年加5%人工 你去到30歲 都是萬九元人工 但是他會升職 可能一升兩職 去到35,000的 嘩 現在這些年年簽罹 都連約的 其實很難 甚至我們在成大那邊 就算了 大學教授 他都可以這樣 就是 拿炒 嘩大哥 梁美芬做到教授 我什麼你又不可以做到教授 那些人這樣想 哈哈 這樣的質素的人 這樣的質素的人 都可以做教授 要看看有沒有良心 是啊 這個重點 不是他覺得的 還有那個未醒 就是 永遠覺得自己可以向上流動 但是你看回整個社會 真的是一個金字塔 上面的人 不會 整個圖像一定是這樣的 上面的人 永遠都很少 下面一定是一大堆地底 個個都以為自己上去 但是其實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但是那些人是這樣想的 Sorry 譬如我記得我1997年 聯邦那些負資產 真的很多 像你這樣說 咦 想著自己應付 職業應付 層樓又可以繼續綱 這樣想 全部都是 從好那方面 和正面那方面想的 香港人是這樣的 香港人就基於用這個思維 用這個態度 由六七十年代 那時候建立這個 所謂東南亞的金融中心 都是用這種態度意識 去衝去 建立自己的家庭和生活 過去幾十年是這樣的 其實 我應該要看一下那個 我自己應該說 我自己的看法是有些不同的 我都說 這個是大家覺得 那個經濟前景 是不是會不斷地好下去 我都說 如果你說七八十年代是這樣的 我不會爭辯 但是你說現在 譬如 我都看當然不同人 還有不同性格 但是的確是有一群人 譬如你在說 在賺八九千元 在做文員仔 他真是想將來自己賺三四萬元嗎 他都知道 基本上 加多一點點工資就不錯 但是其實 現在整個政府這樣的方案 就是 現在大家都說 就是 如何解決這些住屋需要 是福建居屋 居屋幾錢 如果 照之前 這個第六期貨 我還沒去這樣說 最貴的那些 三百多萬 都未算樓市 升了四分一 即四百萬 那麼 七成 居屋 如果沒有特別大的變卦 的話 大家有條數 都可以計 我亦都不拿最貴的那些 加起來 打回折 起碼都要二百多萬 那些人 對於他們來說 是很絕望的 尤其是 如果你是年輕一輩的話 你發現 所謂那個向上的流動機會 越來越小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其中一個主打 當然 我們整個針對是整個香港地產的問題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特別針對青年 就是說 那些人 即是那裡有一群人是最絕望的 即是他們的社會流動的機會太小 而政府和某些政黨 這些都不用開名了 究竟哪些政黨在那裡狂推 那些居屋 推得最厲害的 即是大家看到 那些就是特別照顧某些中產 所謂解決住房需要的問題 但是其實 下面那一層的人 他們根本就買不起樓 於是就被迫住住在那些什麼劏房 那些 再不是去到 就是沒辦法 被迫住住在很小的地方 還有有時候 經濟危機真的會教訓了一些人 我們有些成員 說回 他們就是那時候 負資產的年代 在家裡買樓 結果怎樣呢 我們剛才說 那些爸爸媽媽給你手期 No 他本身是怎樣呢 虧了 家裏本身做生意 生意又倒閉了 然後怎樣呢 老爸老母是要他申請信用卡 然後要他用信用卡 幫老爸老母還債兼供樓 這樣的個案其實是有的 所以你說現在的年輕人 經歷過這些事情之後 有多少還相信自己 真的可以這樣爬上去 其實是少了 我想我九七年當時 幫了一個父子請家庭 三個女兒很孝順 很乖 都是很年輕 都是二十歲左右 媽媽買了一層樓 為了幫媽媽供 三個女兒 好像你這樣說 就用信用卡的透支 就拿錢幫媽媽供 最後差不多三個女兒都要破產 媽媽也要破產 因為一層樓 令到一家四口破產 所以這些例子 都數之不盡 沒錯 沒有 其實不是否定 有些人肯定會上位 但那些條件要很充足 例如說他家底本身要很好的 本身可以給他買到樓 他本身要讀書很好 那為什麼讀書好呢 可能有 因為他家裡的背景 可以支持得到 哇 又有很多課外活動 又有很多的 求其書 對 那些東西 才可以讀到那些 例如說 讀法 再令他出來 可以公道樓 但大部分都不是這樣 例如說 其實 基本上 香港的大陸裡面 除了港大之外 其他六、七大 其實根本 很多學生 價格都慢慢 對 都是很一般 不像康尾那些 家底本身就是非常好 那這一群 其實就是 他們出來做事之後 就會慢慢發覺 供樓的根本是不現實的 看回香港的房屋發展 其實1973年的時候 物理號的年代 那時候提出這個房屋 就是香港政府 社會政策的四大支柱的其一 十年建屋計劃 是的 當時就講四大支柱 就是房屋 社會福利 醫療和教育 當時就用這四條支柱 就是撐住這個社會 房屋 剛才提到 成立這個房委會 大量興建這個公屋 然後興建這個居屋 當時的房屋 就是那三類公屋 居屋 和私人樓宇 基本上是滿足到 不同香港的獨特社群 不同經濟收入的社群 就是那個需要的 但是 除了酸九礁之後 噗一聲 沒有了這個居屋 哇 公屋 就大幅 這個減少 那裡最恐怖 因為我看回這些數字 就是90年代高峰期 試過公屋 居屋加起來 是超過六萬的 試過 整住四五萬 這個單位很平常的 是的 但是2006年 2007年有一段期間 一年的公屋興建量 剩下七千多 七千多 七千多 那幾年 一直都是一萬 萬一左右 那你見到 喂 你六年的房屋 公屋那個興建 是等同當年最高峰期的一年 一年 一年 六百尺七百尺都叫豪宅 是吧 那你那些的中層 或者中下層居民 你要想 在一個私人市場那裡 可以有一個居所的話 好像剛才 就是這樣 劏房那裡去了 是呀 那些小型單位 現在還有棺材房 那些棺材房 就是好像 我記得幾年前 看日本那些的宣傳 有一些 只是一個洞 是吧 好像 一格格一格 一路窄 一路窄進去 那就是一個電視仔 你可以在那裡 就是在那裡 睡覺 其實香港那個房屋 就是那個發展 除了宣九礁之後 其實還有一個 翻天覆地的改變 是 對 那你可以看到這幾年 宣九礁之後 嘩 那些樓價升到 就是神經病 所以我一定要講 就是你看見地產商 和政府 真的在一間 真的混在了 你想想整個酸狗焦就是為了配合拓使 他真是夠膽死 我建幾萬間 我到割到割到割到幾千間 然後你迫著你下面那些人 整個樓市就是這樣一動 很明顯就是配合拓使 但是很奇怪的 人民的憤怒聲音 聽不到的 你看到很多劏房問題惡化 很多工廠大廈的人 非法走進去住 這個現象是不斷醞釀的 除了酸狗焦之後 但是群眾的運動 或者是政黨也好 我立法會就說了很多年 罵這些數字 但是作為一個很有力的政治的壓力 給政府要改變 又不是很覺得的 我想很多時候跟政制 在屋邨裡面的改變是有關 跟社區裡面 例如現在很多時候 你那些我不說什麼 你供屋那些也好 你很多委會那些 就變成了一些政黨的裝甲 而那些政黨 哪裏吸得最多票 其實都是現實的 會不會有一個政治問題呢 一方面就是這樣 一方面呢 就已經買了樓的 特別是所謂那些中產的 即是上了車 上了車的那些 哇大哥那些 大佬你是政黨 大佬你不要丟臉的事 你最重要我的樓價升 是吧 那裏是一個政治的力量 第二呢 住在公屋那些 又不是很理會的 我已經有公屋了 你在等著的 對我影響不大 除非我的兒子 申請了那些 申請了那些 那變成住那些 又好像 隔屋蘇養 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還有第三就是 受這個樓宇 逆價格影響的人呢 沒有什麼組織的 散兵游泳 去這裏住這些區 那裏住那些區 還有這幫人呢 老實講 就僱著要 衛生計 我要 真的大佬 我要搞定我份工 我找到兩餐 一份工不夠的 就找到一份半 就是一份半不夠的 做兩份工 有些時候累到 就是撞車掛了 是吧 那你這一幫 因為這個房屋政策 而受影響 或者受害的一群的社群呢 又沒有什麼組織串連的 那變成 在那個政治角力上 這幫弱勢社群 或者受害的一群 又沒有組織去為他們發聲 那而那幫既得利益的 已經上了車的 或者是 哎 上樓價升的那些 他又有力量去推動政府 或者推動那些政黨代表去 這個這個現象 其實是香港很特殊 和很奇怪的 我講就是說 這個和香港整個政治的 發展是有關的 就是 無論怎樣說都好 事實上所謂政制的議題 基本上是最主持的 在香港 從80年代開始 那時候說要爭取民主 到現在我們都不斷說雙普選 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議題 我都不否認 它的確是有結構上的重要性 但是太多的所謂的民生的議題 或者 我講 在現在基本上 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 最重要的爭拗 就是所謂左和右之分 就是 究竟那個國家 有多少社會福利出來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不要給社會福利 最重要就是 改善營商環境 這個最基本的 tension 或者最基本的角力 在香港幾乎是隱形得很厲害的 或者 至少這個議題是不被重視的 所以 長期就說 其實最重要的所謂 我講法 真正的民生議題 是很難上到台面的 又或者 就算上到台面也好 都會被認為是一些 不斷移的一些數字問題 就是 我估計其中一個 重要的原因是這樣的 就是 為什麼 譬如說 我們覺得 要開展這個 他當的樓路運動 我不知道其他參與成語是怎樣 其中一個 我覺得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先將這些議題 高舉出來 其實 這個牽涉到之前 譬如我們以前經常會說 其中香港的問題就是 政治沒有民主 然後就說 阿爺怎麼說事 說事 但是現在開始有些變化 我們會看到 這些大財團 大自彈商 其實都是統治者的一部分 而他們的統治是透過經濟的部分 透過所謂社會民生的部分 在這些位置 我就是覺得 這些地方 譬如說 這些都是被所謂樓價的問題 壓抑得很厲害的人 我們應該要好好組織起來 我們要在這個位置 發動一些 施加另外一些壓力 當然不會只在樓的問題上 就是其實醫療 教育等等的問題 就是傳統所謂福利的 那個Spectrum上面 我們都應該要推得厲害 配合所謂政治的改革 我自己覺得 整個東西對他這樣去 好 至於這個 怎樣推動政治的改革 和這個民生議題 政府在那個資源分配 和再分配那方面的角色應該是怎樣 我們休息回來 和這個拒當扭勞運動的朋友 再研究 和大家分享大家的看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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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